让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留在娑婆好好地来报复 底下一个问题是 当我目睹耳闻家禽被杀时的痛苦 心里会产生极度的不安慰焦虑 请问应该如何克服 先不要谈克服 首先你看到这个残酷的现象 你没有办法救它 你要给它送心 给它念佛 给它回向 要发愿 供养它 往后 生生世世 不早我也 不要去害人 动物今天被人宰杀 都有原因 绝对不是说没有前因的 你过去杀它 今天它杀人 云云相报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还有怨恨 来世你还要杀它 但是冤云相报是 一次比一次残酷 不会报得刚刚好 总是超过 不会不及 所以这个仇恨就越来越深 总要化解 化解是从觉悟 真正明白了 真正觉悟了 受再大的灾难 也不埋怨人 不怨天 不由人了 这个结就了了 账就了了 如果还有怨天 有人 来世还要从来 这个太苦了 太可怜了 你不能够 我 工 工 工